針對我們收到有陸續有民眾進線在反應 網路上面看到一則消息 那就是指稱這位暗二這位台商 那在入境之後 社區有跟某位特定的人士打麻將 那因此這位特定人士也發病 住進我們的指定的這個隔離醫院進行收治 那這家隔離醫院後來是封院 在此衛生局特別澄清 以上任何一個環節都不是事選 那針對特定人士發佈這樣的訊息 那已經違反了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 還有在社會維護法這邊的一些規範 那針對這個以上的一個不實的不實疫情的一個發佈 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這邊過去處理的經驗裡面 那包含在罰款的部分是50萬以下的罰款 那最高的這個社會維護法的部分 將以刑結的刑結的輕重 由檢察官具體量刑